今天上午来自林口区南市国小的学生来到了三支恒山国小进行一场采交百损的体验活动 而南市国小的校长表示平常学生都只能够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情景 现在能够自己亲身体会也对于学生的学习相当的有帮助 三支区恒山国小今年参与新北市教育局的食农教育计划 让学校与在地特色做结合 而三支恒山国小也在他们所合作的农田 种了许多三支特色农产椒白笋 加上现在正好是椒白笋的采收季节 因此也邀请远道而来的林口区南市国小 有将近三十位的学生要来体验采收椒白笋 黏黏的然后有小虫子在脚上爬 很好玩 拼命的 拼白笋会不会很难 不会 想要怎么拔 就拔那个旁边然后转一转它就掉了 然后就拔起来了 今天来第一次看到 对 那你会不会害怕踩在泥土里面 不会 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怎么样子都起东西 就是踩下去就卸下去 然后泥土又会软软的 很舒服 眼前这一群六年级的学生 虽然有吃过美味的椒白笋 不过当他们脱掉鞋子去脚踏进冰凉的 溺水里头将成熟的椒白笋一根一根的拔起来 这可是学生们第一次的特别体验 也让他们觉得非常有趣 而南市国小校长也表示 平常学生都只能够在教科书上面看到的情景 现在能够自己亲身体会 也对学生有相当大的学习帮助 我们孩子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 能跟现场农村的知识相结合 看到孩子很高兴的笑容 也非常感动 基本上他们是没有机会来参与这一块了 那当他们踏入泥土的这一块 看他们脸上满意的笑容 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一块真的非常有兴趣 那相信对于未来他们人生这一块 是一个很好的奇葩 那我看到小朋友下去的时候都好高兴 因为他们有些是生平第一次 下到田里面去 全身沾满了篱笆 可是他说哇好好玩好好玩 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小孩子 是对这个土地越来越疏离的 我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我们小朋友认识了解 从爱惜自己的家乡开始 然后了解自己的家乡的一个物产 所以然后建立说对这个乡土的一个情怀 然后对我们自己的周遭的环境 产生一个感情 愿意留在我们乡里这边 横山国小校长表示 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南市国小学生 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最原始的农作 除了让他们玩得相当开心之外 也借由这一次的体验 能够看出现在的孩子对于农村生活 夏天接触大自然有多么的疏远陌生 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孩子更加的了解自己家乡的农作物 真正的上了一堂自然课 记者是团义三支采访报道 还没看到 来吧